你走吧 不要再来纠缠我 咱们俩好聚好散 就算是离了婚 也没必要撕破脸 闹得不可开交 你现在立刻 马上离开我的家 妈 妈 走 这蓝星和张阳 怎么还没下来呀 我去看看 来了 蓝星 怎么一人下来了 难道我要离婚 什么 你要离婚 蓝星 怎么回事 爸 他 他出轨了 蓝星 你知道了 奶奶 张阳在外面 一直都有别的女人 这一次 无论如何 我都要离婚 蓝星 你的肚子里边 怀的是张阳的孩子 大不了把孩子 生下来自己养 这个婚我一定要离 张阳呢 然后下来 他已经被我赶出去了 这是我的家 我不想看到他 我没什么胃口 奶奶你们先吃吧 妈 我去跟他谈谈 我去跟他谈谈去吧 李师傅 为什么我的两个男人都跟我抢 跟我真 我抢不过向辰哥 现在连张阳你也不放过 这些女人的真似的 其他人 我还没有 一直都有联系 爸 我就一直觉得 这个张杨是有问题的 反正这次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原谅他 可兰心 你现在肚子里 怀着他的孩子 你这么突然 爸 你就别劝我了 我已经想明白了 不是 爸 你就别说了 你让我一个人进一进 你让我一个人进一进 好好 爸 让你进去 好 张杨啊张杨 你让奶奶说你什么好呢 明军 妈 爸 明军 你跟张杨说说 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 原本呢 我们想替你瞒着蓝芯 没想到你一直跟她有联系 张扬 蓝芯已经知道你出轨了 她要跟你离婚 爸 我没联系了 你怎么又来了 谁让你来我家的 你现在给我滚出来 把蓝芯误会了 你不要跟我解释了 去跟蓝芯解释 张扬 快去 快去 快去呀 蓝芯 蓝芯 你来我家干嘛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机会 你上次背叛我的时候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可结果呢 结果我换来什么 我不是改了吗 你不要再说了 没用呢 你现在这样 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 你走吧 不要再来纠缠我 咱们俩好聚好散 就算是离了婚 也没必要撕破脸道的不可开交 还有 我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你干了这么多龌龊的事 你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家 爸 这次蓝芯真的误会我了 你们的事情不要跟我说 你们自己去解决 我忙完了以后我就回来 好 你听好了 过不了多久 你的下场会比我惨 这蓝芯是为了什么呀 要说为了张扬出轨的话 那应该早说离婚呀 多到现在呀 不管了 反正蓝芯只要是知道 张扬的正面目就好 总好过被骗一辈子吧 这丫头啊 妈 什么 什么 蓝芯要跟张扬离婚 张扬怎么说的 这张扬肯定不同意呀 刚才来家里了 又是求饶都快给蓝芯跪下了 但是蓝芯态度特别坚决 她把张扬东西都全扔出去了 他们俩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要离婚呢 我也想不明白 你说要是因为张扬出轨的事吧 那应该早说呀 怎么到现在才说离婚的事 而且蓝芯仅在怀着运动 这个时候 什么事非得要闹到离婚不可呀 好了 妈 我知道了 我现在正在上班 这件事回头再说吧 你自己要小心张扬啊 再见 突然要离婚 难道蓝芯真的知道了什么 好 画个姿势 这样 是 好 稍微休息一下 小吴 喂 阿嬷 行 我工作完了去找你 拜拜 张扬 干吗 我听说蓝星要跟你离婚 这下你们高兴了吧 为什么 怎么突然说要离婚呢 因为你们一家人呢 什么意思 来了 来了 向真 你看 你不在家住 妈都不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 或许 回家住吧 让妈妈这么担心 还不原谅妈妈 向真 你想想看 这个世界上 妈妈除了你 还有谁啊 咱们别这么过了 咱俩俩不再斗气了 好吗 你看 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 也没人照顾你 妈妈也不放心啊 搬回来吧 把东西收拾收拾 一个人在那里 你除了能想起林叔 你还能想起什么呀 妈 我打算跟林叔结婚了 什么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同意了 同意了 向真 结婚这么大件事 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你看 上次他突然就退婚了 搞得咱们家多丢人呢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您没了让林叔离开我 还故人威胁的 这件事情 我对您非常的释放 我现在想通了 我的另一把只有林叔 不可能有其他人 从现在开始 我只为自己的未来 做打算 您要是想认识我这个儿子 那么请您 尝试接受林叔 我先走了 他真的知道咱们俩的关系吗 知道了 知道佳佳是我儿子 知道你是我的前妻 他什么都知道了 这下你高兴了 把我毁了 你的目的达到了 祝贺你成功了 可是他怎么知道的 我从来没跟他提过 谁告诉他的 你觉得这重要吗 现在你把我跟蓝星的婚姻毁了 对吧 你以后能过得快乐 是吗 我从没想过要毁掉你和蓝星的婚姻 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 你就这么做呢 行 我可以把你说得善良一点 你没那么想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 就是我们俩的婚姻破裂了 这是事实吧 我真的不明白 当初我让你离开阳光 离开阳光 你就是不愿意 我也跟你说了 不离开阳光的结果 就是今天这样 信了吧 我来阳光五年了 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是阳光给了我希望 我把这个地方当成我第二个家 我怎么舍得离开 你自私 就想了你自己是吧 这下好了咱俩的人生全毁了 满意了 我告诉你 连你妈都得从邓家滚蛋 我妈 你觉得你妈还能在邓家待啊 你觉得奶奶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咱们骗了她那么久 这下好了 反正电影散场了 咱们可以各回各家了 你的目的达到了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是吧 你要觉得还不够 你可以 你手里有我的犯罪证据 交给警察 好 让我进监狱去 行吧 更过瘾